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来到Strange冷知识 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和我一起长知识 给脸敷个清洁面膜,不顺面膜,擦水,乳,精华,面霜,眼霜,面膜等等那些你们男生花半年时间,也可能不懂得瓶瓶罐罐 这时间长点,很正常吧 2.来大姨妈真的有那么疼吗? 一人而一吧,有的人就不会疼,但是只要说疼,那就真的是很疼了 3.穿连体裤怎么上厕所啊? 没错,就是你们想的那样,穿连体裤上厕所照上不误 把衣服脱掉就OK,反正在厕所,也没有人能看见 4.明明只有一张嘴,却买那么多只口红,用得完吗? 首先,口红的平均价格为240左右,保持73年,一年365天,每天用,四手五入简直等于不要钱 而且,口红这种东西并不是要用完的呀 那么多口红,看着我就很开心了 5.为什么老师莫名其妙生气? 因为你们,老师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生气 女生说还好就是不太满意 女生说我没事就是我有事,你快来哄哄我 总之,女人的心思还比真 女人的话要反着听 6.逛街一天真的不累吗?你们一直打游戏累吗? 你们一直打篮球累吗? 女生非常享受逛街的过程,心情愉悦肯定就不会累 7.为什么你们约会老师迟到? 我也想问自己这个问题 其实每次约会都提 钱,两,个,多,小,时,准,备 可我竟然还是会迟到 好啦好啦,如果还是嫌弃我们老师迟到的话 那我们下次提前三个小时准备咯 8.为什么总喊着减肥却没见着手? 送你三个字,个问 是不是解答了很多你不知道的小问题呢? 这下恍然大悟了吧 各位大兄弟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弹幕里哦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有趣话题就点个关注吧 嘻嘻嘻 看完的小伙伴点赞扣衣 点赞的小伙伴考进门门优秀 家庭作业没有零花钱多多